全新的一罐 刷牙都沒有用這個 漱口也是用這個 換一回覆就會 他換我這一罐 這是什麼 噴狗的 寵物的 董事長為了大家的防疫 真的撥出去啦 委員跟議員 找了這麼多官員來 那有找選擇來 你們有跟廠商聯繫嗎 你們沒有跟業者聯繫 就找了這麼多官員來 說明這個商品 我們是要提起 這一樣的商品 那你認識水神嗎 請總結局 你認識水神嗎 我不認識水神 那你了解水神怎麼做的嗎 那你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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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重點 水神今天要發放 這樣子的證品給全國 是不是自己 應該要對自己的商品負責任 那你怎麼知道 我們沒有負責任呢 怎麼沒有負責任 你有沒有問過 所以我現在打他喝下去可以嗎 你現在拿給我 我喝給你看 那請問一下為什麼濃度低 可以做到殺菌又不傷害人體 你知道嗎 你如果不知道 就不應該開這場記者會 你如果要讓民眾可以飲用 請回到食品 第一個 我們有投台到尾叫民眾來飲用嗎 沒有 那你水神給我 我們只告訴大家物食無害 但是不是告訴人家可以飲用 我今天整個問題 我可以做到這邊好嗎 因為我覺得已經有媒體 站在自己的廠商的立場在講話 我想社會是可以公平的 沒關係你不給我 我自己喝給你們看 其實基本上它是一個非常安全 我們願意協助政府防疫 可是我不知道委員跟議員 防疫是我們同意的 但是它的包裝是 沒有水神用最快的速度 嫌出政府防疫 我們沒有任何的私利 它可以用實力 但是不能包裝成食品的樣子 這是我在務的 你這大費正在時間 其實速度是最重要的 我跟你講我沒有叫你喝 是你自己要喝的喔 是你自己要喝的喔 沒有要求你喝喔 你到底叫我喝 你也可以倒帶過去看 上在那個就是在吃力酸水在我們在食藥所認定 它是一個環境的清潔用品 所以在用在希望是能夠用在這樣的一個環境的清潔的上面 那至於其他如果有沒有宣稱到一個醫療的療效的話 那基本上是一個廣告或是另外一個情況 那不過在這整個的審定的過程裡面 是認為在宣傳上面 然後有影射到這個醫療的效果 坦根指揮官請教說 昨天您有說就是中央沒有交辦要查出水神 不過今天台北市府他有提出公文說 2月13號中央這邊確實有發文交辦 想跟您請教說 如果是中央沒有交辦的話 那這個公文的來源是哪邊 然後還有請問說 2月13號中央招查出水神的時候 因為剛好是防疫物資啊 酒精跟口罩最缺乏的時候 那麼當時要求查辦 然後全數尊助防疫的水神 想跟您請教說 當時您不關錢櫃 但堅持要發水神的決策的考量是什麼 109年1到4月有498件 所以這是一種例行處理的公文的程序 我們會根據有人來檢舉的情況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我們在網路上 一個監看的平台有抽查的平台 那抽查起來我們覺得有相關的問題 可能跟我們相關的法規有不符合的地方 那我們就會交給地方去查處 就是說如果要變成是藥品 那就要來申請我們的查驗的登記 那如果不是藥品的話 就不能宣稱療效 那也不能飲射 第69條就是不是藥品 就不能宣稱醫療效果 那第70條就是說 如果也不能去影射 它是一個藥品而做相關的一個宣傳 所以是根據這樣子的去做處分的 你說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老闆也沒什麼話好講 這次輪到這個旺旺被罰 其實我有去問 我問那個局長說一定要罰 他說這個是人家檢舉 然後中央要交辦了 所以還是那四個字叫依法行政 不過基本上是要用這個人體 要宣稱要有抗菌的效果 那就必須要有我們這樣的一個許可證 那在右邊就寫10秒有效抗菌100% 他本來是想要避開我們第649條 所謂的一個藥品宣稱醫療的效果 所以他這邊只有寫菌 可是在這裡面呢 當然他就違反了我們在醫療器材的館裡面 不得宣稱有抗菌的效果 那基本上要能夠達成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當然要提出一些驗證 而這個驗證不是在家裡自己做一做就可以了啦 這裡面要經過送到正式的文件 送到食藥署做三關的查驗登記 那才能夠符合我們這樣醫療器材或是藥品的一個規定 我的答案只有一個啦 如果他有這張證那都可以啦